那吹整头发为什么非常重要呢 或者说吹整头发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造型产品呢 其实吹头发它就相当于把你的发丝 还有你的发质 还有你头发的一些质地 把它变成一个最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然后让后续的造型做起来更容易 支撑度也更加久 也更加持久 然后又有发量 然后呢发丝看起来又健康 那如果说你不做吹整的步骤 是比较难做到的 因为通常来讲呢 我们的头发要不然的话 就是可能是这种瘦子的发质 比如说染烫过度 看起来很毛躁 甚至有的时候严重的 可能看起来像死掉的草一样 那这样无论你怎么做造型 都不会好看 或者说一个健康的发质的情况下 在你没有吹整 没有用造型品的情况下 它是非常的柔顺 非常的扁塌 尤其像我们东方人的发质 就尤其有这个问题 因为粗硬发 很黑很硬的这个粗硬发质 偏多 这样的人数非常非常多 所以你会发现你怎么做造型 它都不持久 怎么做你头顶头皮这个位置 它都是看起来扁塌的 没有一个蓬松度 那这个就是因为 你没有做好吹整的步骤 所以大家要记住呢 我们在做造型的时候呢 第一个最最重要的步骤 就是先吹头发